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论进香港的论进头条 我是家莱今天想和大家说些什么呢 就是说离谱急症室厮守如麻 林郑笑得刹滥开技赵 屈永然父亲因感染而身亡 同批请别再笑 那究竟這條片講些什麼呢 看之前希望大家喜歡不喜歡我幫忙按LIKE 另外訂閱我們輪轉香港 按旁邊的鈴鐺 按全部的話 Youtube一開心起來 而是說我們有新片 它有機會派片給你了 那希望大家怎樣都好 訂閱了先 如果大家在看Facebook的話 也希望大家可以讚好我們的專頁 可以的話做我們的會員就更加好 我們會有會員專屬片段送給大家 另外還會有定期的抽獎 希望大家快點做我們的會員 最後希望大家也都下面踴躍留意之餘 也可以把我們的影片瘋狂地分享出去 令到更多人都可以知道 我們國家 我們香港和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如果大家有看我們論進香港 其實也有看過家偉 就香港的疫情死亡數字越來越高 家偉我本人都覺得非常痛心 也批評過林鄭 他本身做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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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真的說你每天 早上11點鐘有時間 你真的說去開機招的話 倒不如你真的有時間去一去急証室 或者在死亡註冊處 跟別人說 慰問一下好過 因為其實現在香港 加上死亡數字已經過了七千 這七千個不只是一個冰冷的數字 不是純粹一個七千幾個人 不是 他都有家人 加上我自己本人 我身邊有朋友 也都是因為疫情問題 因為家人因故而走了 很痛心 真的很痛心 我之前的影片也說過 因為感染的新冠疫情 而走的話 是要入黃色袋子的 而黃色袋子的話 是不能夠見到最後一面 即是入了袋子之後 你不能夠見到他 也都是說 我所認知當中 是不能夠佔養為佣 是一出的時候 是整副蓋起來了 對家人來說 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痛心 所以其實如果這一刻 你本人 或者是說你家裡身邊有朋友 是有這樣的情況的話 真是很慘 沒有人想中 也沒有人想說因為疫情而走 是 人總會有一死 明白 但問題是 因為這個疫情之下 我們很多時候會想回 究竟是不是我們香港 自己本身的政策上有問題 導致有這麼多人因此而走呢 首先跟大家講講 我自己本人 其實對於我自己 我身邊有朋友的家人走了 安慰他之餘 也說他很不開心 跟家偉說 除非你能夠在那段時間過得去 入袋之後 你不能夠再見到他 還有 你只能夠等 等什麼呢 等死亡症 等死亡症的過程也非常難 非常之慘 臨臨種種不同的 你要等醫生或法醫去批死亡症 之後你就要再等 等什麼呢 就是因為香港自己本身 殯儀館不足 殯儀館不足 殯儀館不足之後 你唯一的方法就是 真的只能夠等這些地方 以前你可能說 除了殯儀館之外 你還有機會就是說 你可能找 比如說 紅磡一帶的唐樓地下 可能是說 有些打齋的地方 你可能以前 都可以在那個位置出的 現在因為這個限聚令問題 令到那些地方都不能夠開 就算開 都只能夠是家人派一個家屬 去做代表出席 這是最後的儀式 那你說 怎麼搞啊 只有一個人可以出席 除非你家人真的剩下你一個 如果不是的話 最後一程當然有 一堆親朋戚友想去看 所以 大家只能夠等回 所謂的大酒店殯儀館 是 香港政府也已經說了 現在盡量將停屍間 加大數字 由千多個變成四千多個 也是說開放一些爐 等之類 其實爐 就是火化爐 這個事情 火化地方 實質上來說 一向都有位 但問題是 前面的階段做不到 那你後面有多少個爐 開放給你都沒有意思的 除非真的說你不做儀式 你不做儀式 就可能會直接出去就搞定 以前都可能還會說 可能聽過一些朋友說 在醫院出了 但醫院出的話 究竟有沒有 不能夠 是說 摘到這麼多 容量到這麼多的家人去出席呢 又是一個問題 所以如果林鄭你真的有些良知的話 你與其有時間 十一點鐘 在那裡出現 你不如去死亡登記處 我保證你感受到什麼叫做人性 如果你真的有人性的話 請收起你的笑容 香港我們其中一個專欄作家 屈永賢 屈姐 他自己本身 在之前 早前 表示了他爸爸 就是 在早前 因為感染了這個新冠 之後 而走了 他讚文之後 就引起我們香港當中 有很多很多的人 有不同的討論 第一我要說的是什麼 在說屈姐 他表達所在的事之前 我很痛恨一件事 只有些不正常人類 他說一些非常非常冷血的說話 包括說什麼 對屈姐來說這些是報應 你愛國愛國 愛到現在家人都走了 國家對你幫你做了什麼 甚至是說 很多人說屈姐 不如說你爸爸有沒有打針等等 在這裏我希望大家記住 無論發生什麼事也好 死者為大 這個已經超越了所謂的顏色問題 如果任何一個人 在死者為大的情況之下 仍然跟我說這些是因為自作而不可活等之類的話 說得出這句話的人 小心點 我相信這個世界是有因果報應 首先和大家說說 屈姐的文章也說了 在急症室裡面 他發現沒有一條生命是活的 他也說了 在文章當中有說過 其實他在見他爸爸最黑面的時候 醫院都很直接跟他說了 就是說你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附近已經有很多屍體 屈姐當然照過去了 因為是家人 去到之後 他看到很多很冰冷的地方 也看到說爸爸 因為因此而離開了 也看到不少身邊的人士 也沒有了呼吸 有些是卷了身體 有些是死不瞑目 甚至乎張大了口 很淒厲 那個情況是很負面情緒 充滿著負面情緒 屈姐在文章當中 也說了 他痛批香港的高官 在回應這個疫情的時候 仍然笑得燦爛 為什麼他會說這句話呢 就是因為他說 香港的政府高官們 在面對著疫情的情況之下 有些就說 看著現在這個香港的疫情 開始有點緩和了 開始說有些放鬆的心態 甚至乎有些人笑得燦爛 而這個被指為笑得燦爛的話 屈姐就沒有指名道姓話 大家其實都應該知道那個是誰 那個就是林鄭月娥 我不能說你笑是錯的 但我希望林鄭你自己本人 做事想一想 驚一驚你大哥 先說一說 什麼情況之下 應該做什麼 現在香港是疫情 導致到七千多人 是說沒有了家人 他們家屬的心態 你知不知道 我真的不想狠讀說一句話 我只是說 林鄭 你身邊有家人曾經離開過 請你想一想 切身處地想一想 如果 你就是家人 就是那七千多個新高病人 而離開了 你是他的家人 你連最後一面都不見得 尖釀慧揚也不可以 你想盡快去處理這件事 但處理不了 原來是因為香港政府的政策架構 讓資女重重覆覆 嫁重疊屋 引致到現在這樣的情況 你作為家屬 你笑得出嗎 家衛我本人 平時拍片的時候 都會說 語氣比較急速 有些朋友說 開始趕馬 但這條片我盡量 希望跟大家說 我自己真的很 我真的笑不出 我到這一刻都不明白 林鄭月娥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她自己 她的情緒都寫在臉上 每一次 她自己覺得 她回應記者好的時候 她無緣無故戴著口罩也好 你都看到她笑了 疫情這麼嚴峻 你還笑得出口嗎 我看到她在立法會當中 去回應我們的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她還敢開笑地說自己手中沒有水晶球 但在沒有水晶球的情況下 她又說 我相信政府科學什麼什麼什麼 那就是 你手中所看到的科學就是你手中的水晶球 你所說的話 對 其他我們聲透市民 或者我們立法會議員所說的話 全部是留的 不需要理會 包括我們阿屈姐 或者其他的專欄作家 甚至我們這些所謂的YouTube Channel也好 所有人所說的話 全部都不需要理會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林鄭 做人是自己乾逼自容 我們為什麼要罵你 我們不是因為要針對著你林鄭月娥 我們針對的是任何一個高官 任何一個政府特首所說的話 而去看看她有沒有問題 如果你所做的事情是對的 怎麼會不讓人歌頌呢 但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疫情仍然是高位數字 林鄭你仍然在嬉皮笑臉 對著立法會議員趕著笑地拼回她 對著記者又趕著笑地說 沒理由什麼什麼什麼 你是不是真的麻木了呢 當然 林鄭月娥自己本身有改善 包括什麼衣著 她的衣著大家看到 開始素色 第二件事 剛剛五點鐘的時候 家偉也說過 林鄭月娥她是有表示過 有說過 對於今次新冠病毒而離世的人士和家屬 致以深切的慰問 在五點鐘的時候 家偉已經說了 如果她只是說這句話 其實就已經夠了 但最令人不恥的是她繼續說 她說什麼 她說如果成立調查委員會的話 她遲開放態度 什麼人 會說這些說話 就是一些不知道自己有做錯的人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 林鄭從頭到尾都不覺得自己做錯 無論多方面來說 對於我們香港的疫情 情況仍然是持續 是 有緩和 五位數到四位數 那是不是代表香港不會再有人中 林鄭從頭到尾都說 林鄭她自己也表示 她自己說 她自己相信香港 預料已經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已經感染 實際確診人數會比平日公佈更多 她自己也會說 你是不是還認為這是一個普通情況 記住 林鄭月娥 2020年到2021年這兩年的時間 你做什麼 我們都看到 香港的防疫漏洞從頭到尾都在 直接導致第五波出現 你的眼睛手低 你的所謂滴水不漏 你的所謂不會不了了之 你 全部我們都看了眼淚 短短三個月 2022年一月到現在三月 我們看到你香港政府所做的事情 完完全全都是一個字 慢 第二個字 亂 做不成就有人求救 你又不是 不斷拖後腿 不斷拖到最後一刻 不說最後一刻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做最後一刻 去到習主席去說 控疫是騙到一切的任務 香港是要承受主體責任 你就在2月22日說要做全民強檢 在說了要做全民強檢之後 去到3月22日 你正式說不做全民強檢 你又說現在的政策要改回 去做好三減 我北下說了很多次 林鄭你 三減這個工作 和全民強檢 一向是要共存的 是同一時間去做的 我說的不是與病毒共存 是方法 你要做好三減之餘 同一時間 你應該是要做好全民強檢 你在2月22日前 你仍然是咬著不做 最後你說做了 你扔了一個月 之後就說現在不是時機 為什麼會不適合時機 就是自己的問題 你所做的事情 就是搞到我們香港的高官們 無所適從 不知道怎麼做 為什麼 因為所有事情是他自己口說了之後 才再去行政會議開會 高官都未必知道怎麼做 這是第一 第二 部門與部門之間所做的所謂協調 駕蟲蝶屋 這個部門做了的事情和B部門完全不知道 有些是完全違背 打個比喻 醫管局和我們香港衛生署 兩個系統都是在救我們香港人的命 都是確保我們香港市民身體健康 但是原來完全是兩個系統 我們去完急診室 我們去完診所看完醫生 醫生會告訴你 你自己上補給衛生署 大哥 你們不是一個系統嗎 怎麼搞 電話號碼 衛生署一個 醫管局一個 民政署一個 天花農逢最後得出的結論就是 市民打了這麼多電話都沒一個聽 林鄭最近好些了 終於打了幾個小時之後 終於有人聽電話了 林鄭有沒有反思過 對於我自己來說 其實家衛在《論證香港》這個平台當中 和我們香港不同的持份者 立法會議員 不同的KOL 不同的Channel 都對於林鄭 都非常不恥於她這樣做 有些覺得香港現在所做的事 是 想不通 為什麼香港會搞到這樣 這個 已經再不是這個 天災問題 這個絕對是一個人禍 我希望 我希望 在可以控制疫情的情況之下 盡快成立一個獨集調查委員會 去調查這一次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哪一個 是搞到現在香港如屍田地 有一句說話 我覺得非常好 香港現在的情況 是如果放回內地的話 其實我們的所謂高官們 下台了不知幾次 我們國家一直忍讓 中央一直包容 看到我們在香港什麼需要都盡量幫忙 但是我們在香港政府 中央給了我們東西之後 放涼 甚至放涼到不知怎麼用 看到當然亂 當然不開心 真的有些官員 受不了頸 譬如像鄧炳強那樣 大佬啊 放瘡醫院的話 你們再這樣搞下去 真的不行 這個消防局的系統 是令到更多人可以用到這些隔離的措施 但是我們同一時間 同一天空下 同一個政府架構當中 我們看到細博 或者其他地方 仍然出現了 藏等人的情況 林鄭月娥 你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還回應說 竟然是說 叫香港市民 自願自己申報回到隔離 我想問 確診不報 林鄭 這個 不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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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個法例來的嗎 為什麼你會覺得 這是一個正常情況 這是特首 你自己沒有做好統籌角色 你有沒有拿鏡子看自己做過什麼 最後一句 香港政府 你自己反省一下 那麼多的高官 你自己都要想一下 作為國家分子 最好當然是幫到我們國家 就算幫不了 你也不要添煩添亂 但是我看到的就是 香港政府是一個扶不起的阿斗 不斷糊索 還有 糊索之後 不用 慘的是我們香港市民 在此 在此 對於屈姐來說 希望 屈姐 至哀順便 在這裡和各位 7000多名 因為新冠病毒 而家人離開的家人 希望這裡 我 梁家衛 和論壯香港 作一個最深切的慰問 如果你看這條片 你就是其中一個家人 我希望你可以把你的情緒 慢慢慢慢緩低 有負能量的 儘管下面留言 也希望大家 記住 香港現在的情況 自己反思一下 這個真的是天災 還是人禍呢 希望大家踴躍留言 還有 喜歡不喜歡也好 都讚好這條片 訂閱我們論壯香港 按旁邊的鈴鐺 還有全部 我們有新片的時候 YouTube開心的上來 就會有機會拍片給你了 如果你是看Facebook的話 也希望大家讚好我們的專頁 還有 希望大家 踴躍留言之餘 將這條片 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更多人都知道 我們國家 我們香港 和這個世界 發生什麼事 我是家衛 稍後再見 拜拜 推翻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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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